大師安騰忠雄 很多人都會專門飛去日本 去看大師安騰忠雄的作品 其實去到韓國都可以欣賞到 這裡是韓國江原道的博物館 同樣是出自大師手筆 以空間、藝術和大自然為靈感 博物館除了設有迎賓中心、本館 還有三個以花、水和石做主題的庭園 將自然元素加入現代藝術之中 走在館裡,到處都可以看到 大師標誌性的清水母翠材 同時亦有很多水和光影變化的設計元素 但建築已經很值得來看一看 館裡除了常設的紫藝囊和青鳥藝囊 另外亦有美國光影藝術大師的常設展館 藝園裡最新開放的還有冥想室 想不到在這個博物館裡 他們都開放了一個輕鬆的空間 可以讓大家體驗 由專人帶著冥想 配合精油和重撥星 在這個充滿藝術氣氛的環境下 盡情放空 以後去韓國 或許都可以考慮參觀 順便充電吧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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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